却当全球聚焦俄乌战争 看似毫不相关的北韩 却从中吸取教训 1991年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签下布达佩斯被忘录 自愿将手上数千枚核弹头交给俄罗斯 如今却因为没了筹码遭到入侵 专家分析看在北韩眼中 更加深发展核武的决心 认为除了靠武力自保别无他法 再加上有老大哥在前头挡着 国际社会根本没空离北韩 金正恩也发现各国对于制裁存在分歧 此时此刻就是发展核武的最佳时机 北韩四季而动 最坏情况有样学样 若清南韩也不无可能 这让南韩总统文在寅 即使到了任期最后一天 心中还是挂念所谓的朝鲜半岛和平 五年任期中文在寅基金和金正恩打好关系 签订板门店宣言促成川金会 最终北韩还是翻脸不认人 今年武力示威高达15次 更传出其他开展核武试验 兄弟间的温情喊垮 看来依旧不敌独裁的权力野心 在那里新闻上报道